月入十万是什么概念 帮您算算 2018年台湾人平均收入 四万五以内的百分之六十 十万块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 等同全台湾人只有百分之十 能月领十万 除了医师 律师 机师和会计师 现在外送员一个月收入最高 来到十万大关 您相信吗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月入十万你想当外送员吗 会 会 十万一个月 可以尝试 就算辛苦风吹日赛你也 可以啊 我可以吃苦 十万块喔 那会 从哪没有赚过那么多钱 非常有 钱多啊 如果外送的话应该都在外面跑的吧 就是也不会枯燥乏味 可能会喔 为了这个去考驾照 还是会怕 就可能外送到一个 可能龙山寺那边的阿伯家 也不会 因为不喜欢领域 还好不会 辛苦钱 对 辛苦钱啦 但是比较吵 因为我记得好像一天要接到40单以上 对我来说我不会想去做 因为我现在的工资比太高 风吹日晒雨淋 很累 很辛苦 那如果外送员一个月可以赚进十万块的话 你会想做吗 做吧